第一 一千九百一十集 他现在去了丰都 冰心道 我留他 但是他执意要去哪 因为他挂念着你呢 所以他就去了丰都了 丰都里面 是不是有去人间界的办法 叶浩玄问道 确实 丰都里是有去人间界的方法 只是很难 冰心巍巍地点点头 去丰都找他吧 他骑的东西比较快 现在应该已经到哪了 好 叶浩玄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探子匆匆来吧 报 主人 不好了 二小姐被丰都的人给抓去了 什么 冰心的脸色一变 二小姐 是他对李延新的尊称 李延新去了冯都以后 他有些不放心 所以他派了一个人跟着李延新 直到看着李延新进入冯都 但是他没有想到 封都的人居然这么胆大包天 居然连他冰心的妹妹也敢抓 结合所有的仲甲军 我们现在就杀到封都去 冰心的剑没一挑 他沉声喝道 是要把封都给搅得天分对付的 九幽荒野的尽头 封都的大门已经遥遥在望 冥界 有九幽和黄泉之分 九幽荒野 即是九大魔头的聚居地 而在黄泉 则是封都所在之地 这两个地方 本来就是对立的地方 早在无数年前 封都有石殿阎罗 双方的实力 本来就是势军力敌的敌人了 但是那场变故 让封都所有的大人物 全部离开了 去了不知道什么未免 而九幽的巨魔们 则无法离开明界 所以从此以后 双方的势力失衡了 熬过了那场劫难之后的魔族 把封都都给压得死死的 封都现在被欺负的 只能靠一条河 来阻止巨魔们的进攻 李延新来到封都这里的时候 城门还是紧紧地逼着的 在他跟前的是一条 极宽极长的界河 吊桥在高高地吊着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越过吊桥去彼岸 很快呢 城门的巡城队使 就发现了李延新 于是吊桥放下 一队人马越过了吊桥 走到了李延新的身边 为首的一名重甲骑兵 扬着手中的鞭子 向李延新一指 何方生魂 胆敢硬闯封都 还不报上名来 李延新没有说话 他只是睁睁地看着封都那高大的城墙 他乘声问道 这里是封都吗 我在问你话呢 重甲骑兵大吼一声 他一身手中的鞭子大喝道 哪里来的生魂 胆敢无礼 信不信我把你投入十八层地狱给砸了 我在问你 这里是封都吗 李延新抬起头 指使着那名重甲骑兵 这应该是一个骑兵队长 他身穿的重甲就代表 他与普通的骑兵不一样 我们大人问你话呢 你敢不应 一个小兵终于忍不住了 他猛地扬起了手中的刀 向李延新的脖子上架去 本来他以为 这种级别的小生魂 只要他们稍微的一发火 就会被吓得瑟瑟发抖的 但是眼前的这个小生魂 他非但不怕 反而威胁起自己来了 这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他们堂堂的重甲军 居然会被一个小生魂威胁 这是从来都没有的事情 所以说这家伙 为了在自己队长跟前显微一下 所以他伸手就向李延新横刀过去 他这也没有想 真的把李延新怎么了 毕竟这么漂亮的生魂还不常见 抓回去献给哪个王 都能讨得好处来 可惜的是啊 他低估了李延新的实力 在他的刀还没有扬起来之前 李延新已经动了 冷月休的一声响 把那家伙手中的刀给斩为两截儿 而且冷月还顺带着 连他的手臂也给斩下来 那家伙愣了一下 然后他撕声惨叫起来 他的身体就像是沙化了一般 渐渐的消失 最终消失的无影无踪 眼前的一切 让这一队重甲军给震惊了 说真的 他还没有见过这么强力的生魂 尤其是这个生魂居然 能把他们的卫士给杀了 这放在以前 简直是不敢想象 前几天 封都市来了一个比较狠的人物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狠吧 尤其眼前的这个人 还是一个女人 你敢 那名队长不敢相信地指着李延新 他手中的鞭子呼的一声就要展开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展开了 他的鞭子刚刚出手 李延新右手一眼羞的一声响 冷月旋转而止 扑 队长的那只大脑袋被高高地抛起来 然后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他的身体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 半上 没有一点动静 惊呆了呀 这一群重甲军真的是惊呆了 他们在封都 虽然比不上土生土长的阴兵 但是比起那些用来凑数的英魂 还是好态度了 现在自己这边 两位大将被斩下 他们也纷纷地拿出手中的武器 向李延新攻过去 你们 どうです 李延新向前一步 右手一招 冷月骤然出现在手中 一道蓝芒骤然在半空中闪过 十多位重甲阴兵 扑通扑通地就倒在地上 随即化成了结灰 一出手就斩掉自己这边十多重甲 余下的阴兵纷纷地停住了脚步 他们纷纷地向身后的吊桥上逃去 但是他们没有来得及完全地逃到吊桥上 吊桥便快速地向上升了起来 那些没有来得及 跳上吊桥的阴兵 纷纷地在地下哀嚎了起来 他们回过头 有些惊恐地看着李延新 把自己手中的武器 努力地放在自己的胸前 也就是他们手中的武器 才能给他们找到点安全感呢 李延新一手持着冷月 一边向这些人缓缓地走了过来 这些人只是撕声尖叫 一点反抗的意识都没有 我在问你们 这里是封东吗 李延新手中的冷月骤然扶起 扶在一名阴兵的脖子处 冷月的寒芒骤然炸起 把那名阴兵给吓得屁滚尿流的 他惊恐地看着李延新 死生叫道 不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你问我什么我都会说的 千万不要杀我 我在问你 这里是不是封都 李延新笑了 他的笑意在这些人的眼前 简直就像是恶魔一般 是是 这里是封都 那名阴兵连连地点头 他被这个魔女给吓得屁滚尿流的 早回打了不就行了 李延新收起了手中的冷月 他悠悠地说 非要让我大开杀戒不可 这些阴兵努力地向后靠着 他们想距离这个魔女远点 但是他们不知道 身后便是戒河 随着扑通扑通几声响 几个阴兵掉入了戒河之中 他们随即便被飞魄而上的阴魂 给撕咬得七七八八的 城墙上的鼓声响了起来 李延新的出现已经让阴兵卫士注意了起来 瞬间城墙上聚聚了一群人 吊桥已经升起来了 李延新顺手把这几名阴兵给解决掉 他摇摇地望着城墙 沉声道 我要见你们十顶阴罗 李延新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霸气十足 把城墙上面的巡城使们给吓得一颤一颤的 我是西城王 谁这么大胆 敢来我们这里闹事 就在这个时候 身穿紧袍的西城王出现在城墙上 现在的风都 因为前几天叶好轩到这里来过的缘故 打了一个大胜仗 所以现在他的腰个儿也直了 说话也钟气十足了 不要说李延新现在只是一个生魂 就算是现在久悠的魔头来了 他们也敢和对方思上一番 我要进风都 让你们的阎罗王来见我 你还不够格 我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西城王 放肆 西城王身边的一个小跟班大怒 啊 这是我们的西城王 你敢对西城王不敬 哇呀呀呀呀 你还不贵力求饶 否则的话 我们就拔掉你的舌头 把你打入这十八层地狱 我再说一遍 我要见你们的阎王 李延新固执地说 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如果你们敢再废话 我现在就杀过去 拆了你们的城墙 哈哈哈哈 我们这里隔着一条界河呢 万物不载 九幽巨魔和我们对峙了这么多年 连他们都拿我们没有办法 就凭你 输我直言 你现在还嫩了点 哈哈哈哈 那小丝哈哈大笑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李延新右手一抓 冷月已经出现在手中 他淡淡地说 如果你们敢再这样 我保证 你们会死得很惨 哈哈哈哈 说大话 我也会啊 有本事你到这儿过来啊 你过来啊 城墙上的人也轰然大笑 他们觉得李延新就是在说大话 封都啊 如果真的这么容易进来 早就沦陷了 西城王爷几乎笑得快出眼泪了 说真的 封都就算是大不如以前 但是以前留下来的家底还是在 不说别的呀 就跟前的这条界河之水 索取之水 这就是来自望川 骗物不载 无论你多么厉害的人 从这上面走 都会沉入水中的 然后被水所付 紧接着就是烟消云散的下场 你一个小小的生魂 你能有多强的实力啊 九幽的诸位巨魔 都拿这条小小的界河没有办法 更何况是你呢 我念你轮回不易 你快快的投降进入封都 西城王喝道 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石殿阎罗 只有四城之王 不管你是想轮回还是想待在这里 都得经过我们才行 但是你刚才杀我封都石鱼铁骑 这已经是犯了大忌 本来是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远都不得轮回的 但是念你初来冥界 不懂规矩 所以就饶了你这一次 但是你得在我西城王府将功赎过 那天把你的过给赎完了 你就可以回去了 西城王喝道 其实西城王心里的这个小九九 已经是很明显了 这家伙是看重李延新的姿色了 毕竟冥界这里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漂亮的生魂经过了 既然遇见了 那就肯定不能放过 而且生魂是最好糊弄的 你只要一瞪眼睛随便吼几声 他们可能就怕得要死 虽然眼前这个女人暂时 还没有表现出来害怕的样子 但毕竟也是生魂 说不定她现在只是表面不怕 但是内心怕得要死呢 当然 西城王的想法 恐怕是一厢情愿了 她在这里叫了半天 李延新的表情始终就没有变过 她始终是那一副冷笑的表情 她盯着西城王淡淡地说 你是西城王 没错 我就是西城王 这里是明界 我不管你生前有多厉害 但是你在这里 你是龙 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 你得给我握着 西城王得意洋洋地说 风都的水有多深 我想你并不知道 不过有我照着你 你放心 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 哦 是吗 李延新脸上的笑意 是越发的浓了 她淡淡地说 信不信 我约界过去 把你大谢八块 你要越过来 把我大谢八块吗 西城王一愣 然后他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着自己身边的人道 哈哈哈哈 有没有听错 他说他要越过来 他要把我大谢八块 嘿嘿嘿 西城王 这就是一个疯子 你何必把疯子的话当真的 啊 西城王身边的一群马匹精 轰然大笑起来 他们觉得这不可能 且不说 这败仗的戒合 鬼神都无法越过 就算是李延新侥幸地 越过了这里的戒合 又能怎么样呢 风都这里成千上万的铁骑 分分钟就能把他给碾压在这里 他一个小小的生魂 想在这里 跟风都的人斗 这跟雨天争斗 又有什么区别呢 igkeiten便宜